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唐西明记,白兰花的故事 而她的身世非常坎坷 白兰花有名梁英 白兰花在上海的时候,在交際场合认识了一位男子 他们两个相见恒晚,相当投契 没多久后,两个人就同居 及后丈夫有事,南下离开了上海 留下了白兰花一个人在上海 没多久,白兰花发现自己幼了 于是就写信告诉丈夫这件事 并希望可以南下与她一起生活 谁知原来当时的伤好只是一时所欲 丈夫并不希望有这个负担 于是撇下了妻而不理 白兰花从此自食其力 为了生活,白兰花就来了香港发展 奈何她除了唱歌、好听及琴技之外 也不懂其他技能 只能下海做巫女 但由于她幅大便便一点都不雅观 所以没多久就被武场的主人赶走了 结果她只要住在唐西日富街一号二楼 1933年12月,肚中的BB呱呱落地 产后抑鬱的白兰花因为怨恨丈夫抛弃妻 可能加上产后抑鬱而粉恨成刺 于是在1934年1月 被警察带入精神病院医治 这个时候的白兰花虽然语无伦次 但口中依然念念不忘,声称要将性病传染给仇人 即是她的丈夫 那次入院之后,白兰花住一段时间的精神病院 之后也疗愈 出院之后,白兰花上去广州 二月反港之后,精神病又再次复发 终于在跳舞 于是警察又捉她回到精神病院治疗 而在捉走的过程,白兰花沿路跳舞 就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